好,所以接下來要看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 185頁 好,植物對於特定的刺激所產生的反應 以前傳統的觀點把它分成兩種 185頁下面提到兩個名詞 一個是相性,另外一個是情性 你看,相性裡面兩個比較常討論的刺激因素 一個是光,然後另外一個是重力 所以光的部分的話,像那個相光性這個部分 它就是一種所謂的相性的變化 我們之前有提到相性一般正常來講 都是一個生長的改變 比如說你現在給它測光源 然後植物後來長出去的部分 開始往光的方向去調整那個生長的角度 所以就是相光性 那像晶的話,你看那個下面 晶基本上一般來講有兩個相性可以討論 光的部分的話是討論相光性 重力的部分呢? 重力的部分的話可以討論那個負相地性 你可以把它括號一下 因為直接把它叫背地性 你把植物體那個幼苗整個遮光 然後把那個幼苗橫著擺 就算沒有光的刺激 它一樣,晶的發展還是往上漲 那個負相地性或者叫背地性 所以這是重力的影響 那根的話呢 你多常討論到的是那個 就是那個根的相地性 根的相地性是重力的問題 那還有一種有人有提到過 那個根好像喜歡往潮濕的方向去發展 所以有人把這個叫相識性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沒有特別去看的就是那個相觸性 相觸性一般認為是那個金在發展的時候 它碰到某一個物體 那它好像比較習慣貼著這個物體生長 然後曼藤類的植物當然就很明顯 那如果不是曼藤的基因 那很有可能就是它的捲曲葉 所以這一些所謂的相性的共通性就是 它是由生長激素去負責調節的 第二,它是生長的變化 所以當這個刺激發生的當下 你不一定馬上看...不對 就是不一定 但是必定不能馬上看到結果 你要等24小時之後48小時之後 它後來再長出去的部分 你才慢慢的可以看到那個變化在 這是反應的發生物是立即的 所以以往的話會把像這種 馬上就會發生的 你就碰到寒修草的葉子 然後你馬上就看到它的小葉片會閉的 所以就把這種的叫做輕性 就是那個文字下面寫的那個輕性 所以這個部分呢 這個也是討論運動 因為一般我們拿那個動物的 運動的觀點來看的話 運動是什麼? 你的肢體角度發生改變 你的位置移動的 這是一般我們在動物 定義那個動物行為 或者動物運動的過程當中 常用的一些說詞 就是肢體上的發生改變 然後或者是位置發生改變 這叫做運動 那植物當然很難展現那個什麼 位置發生改變 對不對 那肢體上面發生改變 這個風吹來當然不算 因為是被動的 所以勉勉強強像這種的話 你碰它的這個小葉 那小葉片會閉合 然後葉餅會下垂 這樣應該可以算了吧 因為這個過程當中時間又短 這麼短的時間應該沒有 生長的變化問題 所以以前就把這個叫做輕性 所以輕性基本上就是用來討論植物的運動 你看 然後後來再擴大去分析之後發現 植物的這些 還可以算得上是運動的現象 事實上幾乎都是水分平衡的問題 它是利用膨壓的改變 然後來展現在那個 比如說小葉片壁合等等 這樣一個特徵 那以前的分法很單純 相信就是相信 輕性就是輕性 輕性就是談運動這樣子 結果那個就是我們的這本 等一下 不小心去看到了 那這搞怪就是寫了一個 就是說 它只要是符合那什麼 接受刺激產生反應那種 然後都可以稱為是屬於那個運動 所以它把相性是歸為運動 可以理解這個唯一的地方嗎 可是我明天還是後天才看得到結果 就是 到底就有人把你一下 然後你後天才會覺得好痛 這不是很奇怪 你可以理解 所以這個是課本裡面 那因為其他版本 就是大家在這個地方的見解都不同了 所以將來會不會 因為這樣子造成那個答案的衝突 不知道 現象就在這邊 可是人的歸納方式有問題 這樣子 就是大家的見解不同 所以這邊就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回來談這個 所以別看這個部分不談的話 我們就很單純來看的話 植物會有這種 那個構造上立即性 或者比較短時間就可以發生的 通常是利用棚壓 所以寒修廠你去碰觸它的時候 首先要談寒修廠的一片葉子 這要是一片葉子 那這角度看不到 這角度看得到 葉餅在這裡 所以這是它的精 這樣 OK好 那為什麼這張是一片葉子 因為如果你把上面的一小片一小片的 當作葉子的話 那就會有一個問題了 你把葉子 把這樣一小片當作葉子 那表示這個是金 因為葉子長在金上面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是金 那它一定有一個可能性 可以長芽 對不對 金上面不是有結 結要嘛可以長新的葉子 要嘛可以長芽 對不對 所以你去看這四條 沒有一條可以再發出新的芽 OK嗎 好 所以再往前追 這個不太像 對不對 這樣往前追 這一根固定的地方在這裡 欸這個地方 這裡下面就有看到 這邊其實有一個小的芽 你看 所以原來這個是 這個才是真正的葉餅 所以葉餅固定的地方 那個才是真正的金 你看 所以這個是羽狀葉的特色 當然它的羽狀比較特別一點 像我們那個鳳凰木 這次也是很慘的 吹的也是很 你看 斷了不少的 它那個也是羽狀葉 可是它羽狀葉是 一回兩回 然後才羽狀 它是那個四粗 就是葉餅上來之後 分成四條線路線 然後分別形成羽毛狀 然後 所以現在問題是 你去碰彈秋草的時候 應該很明顯 第一個 這個地方叫小葉 小葉的地方會閉合 這是閉合起來的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反應的部位在哪裡 葉餅的肌部 這個地方會垂下來 所以它本來是挺高的 然後後來就垂下來 然後小葉會閉合 OK 為什麼做這樣的動作 很有可能其實是為了避免草食性動物 去破壞植物體的一個做法 所以你想像那個草食性動物 然後那個 比如說牛 然後嘴唇很厚 然後不小心碰到 然後呢它就縮下去 縮下去之後就像牛吃到了 但基本上 那個損傷的比例也可以大幅降低 大約是這樣子 很合理啦 現在問題是怎麼做到 所以 涵秋草雖然是反應很快的 就是它碰到這種直接性的機械刺激的時候 然後 在小葉的肌部這個地方 就是靠近這條線 靠近這條線這個附近呢 那這邊呢 有一個 有比較豐富的薄壁組織的區域 我們把它叫做葉枕 好 所以當那個平常 那個葉子要展開的時候呢 那個葉枕 靠內側這邊的薄壁細胞 就努力把水吸得飽飽的 那吸飽之後呢 它的支撐力就變強 所以這時候呢 細胞水分小葉就被撐開 因為葉枕內側這個地方的薄壁組織 擁有比較好的膨壓 所以支撐力好 所以葉片呢就被撐開 那當你去碰它的時候呢 它可以短時間之內 讓水分快速流失 所以內側 葉枕內側這個地方的薄壁細胞呢 因為水分流失膨壓降低 所以支撐力變差 支撐力變差 你看這個速度很快嘛 應該都玩過嘛 所以碰它的時候很快就閉合 你可以想像那個 回到氣泡本身來講的話 那個水分流失速度已經是很快的 但就這個地方 基本上可以靈活的調節水分的進出 然後來影響那個小葉的展開的角度 所以平常的時候是展開 碰到的時候趕快閉合 這樣的話可以讓那個目標比較不明顯 這樣子 好 可是這個是小葉這邊 如果你去看葉餅這邊的話 葉餅這邊它後來是往下垂下來嘛 結果我們發現這邊沒有圖 但是我們一樣用這個來講 它是顛倒過來 假設這是葉餅的話 葉餅的肌部也有葉枕 那葉餅為什麼會垂下來 我們發現是那個葉餅下方的葉枕細胞 但是下方的葉枕細胞呢 在碰觸接受到刺激之後呢 葉枕下方的薄壁組織快速脫水 所以本來下面 葉枕下面的薄壁組織如果細胞水分膨壓增加的時候 它就把它撐起來 葉餅就被撐起來了 所以下方的細胞快速脫水之後 它膨壓下降 支撐力變差 所以葉餅就垂下來 那這個動作一樣很快 如果你玩過的話 你會發現那個 如果刺激是夠明顯的話 是小葉跟葉餅是同時反應的 所以這個應該很熟悉 但是是解釋上你要留意一下 所以下課時間你可以形成一下這個 這是跳舞場 那個花博曾經有展示過這個 有沒有 然後這個植物就是這樣子 你就站在它面前 然後就是它 補展補展 然後它就 這個是葉片 然後旁邊有小葉 所以它那個小葉就一直轉 一轉一轉一轉 沒那麼快 它那個是間隔攝影 那所以它慢慢 就轉一圈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 你自己幫他欣賞 好 就這樣 就這樣 那這個 你讓我們給他一個 幫忙 你給他一個 那這個 然後就看看 你那邊幹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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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